音樂 我覺得這一句話的詮釋 牽扯到非常多的世代差異 也就是在我們這個世代 就你大概從小玩網的晚到大 你大概知道就網劇嘛 就感謝祭啊 就你達成某個目標 你在PTT上會說我要送雞排 或是好 我就送珍奶加雞排 這個或者是我就請大家一起聚個會 它就是一個線上的聚會轉線下 那可是似乎對老一輩的人來講 就吃飯一定要摸屁股啊 就是吃飯一定要帶有琴色 帶有黃色的一個感覺 在網路的行銷活動 確實有蠻多這種說 到達多少按讚數 我們就有一個粉絲見面會 所以我想其實市長 那天的發言大概從這個角度來看 但是因為畢竟她的身分是市長 那學姐目前是她的員工嘛 所以說是不是有這種 上司對下屬的 讓人家有點不舒服的這種感覺 我覺得確實是說 畢竟她現在是市長 也是一個老闆的身分 是可以再更謹慎一點 網友或者是很多的 比較不喜歡柯文哲人 為什麼會這樣認為的 原因是 柯文哲事實上她過去的發言記錄 對於女性來說 不是相當的友善 特別在兩性平權上 包含說她對先前 嘉義市長候選人 國民黨候選人的一些說法 或者是她過去在當醫生的時候 可能對於女性的 不管是生殖器 或者是所謂的這些 外線就是你不要硬推到底 什麼物化女性 踐踏尊嚴 你硬推到底 如果你自己都不轉 那就會遭到反面的檢驗嗎 最重要的問題可能還是在於 有沒有去脈絡化 如果在去脈絡化的情況之下 把一些言行加給柯文哲 當然不適當 那麼柯文哲自己本身 則是要注意的是 他自己在發言的時候要體會到 自己已經是市長 有些話可能會代表市政府的立場 不再純粹是他個人 所以發言的時候 能夠盡量注意到市民的 某些想法跟期望 當然會比較好一些